好,器人擦散 这个打开 店员 这个是开机初始界面,中英文切换 清料盘 清料盘 这边是把当前设备上面 最后剩余的零零三三几个屏 最后把它清完 然后这边是清零 当前产量清零 长按两秒清零 这个是设定产量 这个随便设定 然后手动 手动自动切换按钮 启动 打到自动 再启动 打到自动之前的话 这个一定要先复位 长按两秒 这边复位 它提示复位完以后 这边再打到自动 然后再启动 这样机器就可以正常生产了 然后手动操作 手动操作 手动操作 这里有几个工位 首先是灌装工位 灌装工位 灌装工位是这一块 这一块是灌装工位 转向阀器杆 转向阀器杆 然后是灌装定位 这里有一个小器杆 这里有一个小器杆 有一个箱子 在哪儿我都没看到 你没看到就在这里 没看到就不要看 这里 这里有一个灌装开关器杆 好 单一环 单一环是把转向器杆 灌装定位 还有管装打开 把这三个 连去 连灌起来 反正一个灌装的动作 然后这里是一个转盘电机 按一下转盘会走一格 然后这里是一个灌装当前位置 这里显示的当前位置 这个现在在零位 然后这边有一个手动前进和手动后退 前进后退 它这里会显示当前的一个位置 这个在那边 那边 哎呦 这个是灌装前进 灌装后退 刚才拍到的 然后 左上角 退出来 然后我们再看内塞空位 内塞空位 是 这一组 这一组是一个内塞空位 好 内塞 内塞上下 我们这个上下 这个上下气缸 是 现在是一个屏蔽状态 因为这个上下气缸的话 它在取料位 是不允许这个气缸上下的 我们先来说 取料气缸 取料气缸 这边这个小气缸 然后 这是一个前后气缸 然后呢 这个气缸 前后气缸 打过来以后 然后 我们这个上下气缸 才可以动 内塞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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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下气缸 这里下气缸 这个下气缸 我还是没看到 这边 再动一下 中的时候 放入 空间 内塞空位 下气缸 内塞nu 这是一个吸器真空 然后专门电机专门电机跟上一个界面是一样的 然后单线环是把整个这六个空位的连贯起来 做一个完整的动作 外盖空位 这一组是外盖空位 外盖上下起来 外盖上下 外盖前后 外盖前后 外盖横移 外盖定位 外盖定位 外盖吸真空 吸气外盖吸气 外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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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盖上下 手盖上下 这里就出来了 单运环 这单独按一下 这个手盖 这个手盖是压下去以后 它不会上了 然后你再按一下 它才会上了 这个单运环呢 它是压下去以后 自动锁一次 然后再敲上来 它是进出的方向 转盘电机都一样 我再讲 这个是尽量 尽量是这里 这边 然后粗料电机 这个粗料出品 手动操作这五个风位就完了 然后我们打到这里 这里有个右上角一个参数设置 可以直接点这里进入 也可以打到操作界面 然后我们从这里参数设置 这里进入也可以 首先来看第一个来料检测 这个来料检测是这里 这个感染器 这个感染器 当前的时间是它一个检测的时间 它到这个时间以后 它才会进行下一个动作 然后这里是一个罐装剂量 这个是这个是调检测量 这个可以自己根据 检测量的多少来设置 一千一万 然后检测速度 这个速度就是 是电机 那边那个电机的一个速度 之前有看到过那个电机 手动操作的那个电机 这个也可以调 然后这里有一个内塞检测时间 它这里是这边 这个感染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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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上外盖时间 上外盖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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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漆盖 漆完盖子以后 这个漆盖到这边 压下去的一个时间 锁盖时间 锁盖时间是整个这一组 这个漆盖 然后这里有一个出料电机延时 出料电机延时 它这个时间是在清料 像在这个清料盘的时候 它跟这个清料盘匹配用的 清完料的话 它是最后一个瓶子 走出去的话 它一定要时间设置充足 或它最后一个瓶子 从速度带上走出去 然后整机 清机 然后是报警解除 如果说这里提示有报警 当然不是提示急停 颜想提示报警的话 你这边清除 清除以后 这边再继续工作就可以了 然后语言选择 这可以选择中用 太快了 然后是报警记录 报警记录是当前设备生产的一个时间段 它提示一些报警 你看刚才我们有按机停 一按下这里提示时间 这个知道就可以了 这个没什么多大的作用 现在是震动盘 这个是震动盘的电源 我们直接插到机器上 把电源插住就可以了 就是有电源 然后上面有个开关 把这个开关打开 这里现在的电 这里是一个电压 显示是电压 当然是120 这个是加号是加 减号是减 然后这里有一个功能 功能是长按2秒 它这边会直接跳到一个频率 这个频率的话 我们可以按按这个加点 来调节震动盘的一个频率 然后再按一下 一个开延时 再按一下吸引光延时 这个上面暂时不需要 所以这个就可以把输入力量 再长按几秒 它就跳到点压这里 这里有一个开关 就是一个暂停 启动 暂停 要不然展示给它们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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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个暂停 我给它们看 好 这个是内塞的 正弄 按完电源以后 我们下面开关直接把它打开就好 然后这里面 这里下面有个盒子 这个是配重用的 震动盘 它在震动的时候 有可能会稍微有一点便宜 这个是配重用的 里面可以加点东西 然后呢 这个是这个控制器 是这个执震的 这个执震的控制器 这些控制方式都是一样的 跟之前那边都一样 电压调节 加减调节都可以了 然后再长按2秒 我们调到一个平 这里一样 加点调节 然后这个再按一下 我们到开延时 按一下这个到关延时 这个也是不需要的 开关延时这里不需要 这个也别把它忽略掉 然后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这个内塞震动盘的一个控制器 这个 这个有一个开延时 因为我们这里增加了一个感应器 就是说 呃 内塞到 内塞到到这里以后 这样说 内塞到这里 他现在是内塞这里 没到达这里 然后他振动盘就启动 他一直供掉 源源不断的供掉 如果说 内塞 到达这里以后 他这里检测到 检测到以后 他振动盘会停止 然后看一下这里 这里有个 这个有个关延时 关延时 关延时 现在是设置的是4秒 这个是加点 这个加点可以加点 关延时就是那边 从这边那个感应器 感应到内塞到位以后 它是延迟4秒 震动盘停机 然后 开延时 开延时现在是1秒 开延时1秒的话 是这里 这个感应器 感应不到 来料以后 1秒 他就开始启动震动盘 感应到来料以后 它是延迟4秒 震动盘停止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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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先不过 现在这边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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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